好那我請教崑宇 事實上美台的關係 確實取決於美中關係的變化 然後呢 美國國會現在對於中國 幾乎是一個比一個兇 這個幾乎主要的國會的領袖 通通都是超級強硬派 但是拜習兩人 還希望這個禮拜三有共識 那其中針鋒相對的議題就是台灣 所以這個 大家用了名詞 剛才創下講了很多 美方官員講的名詞 他說我們要溝通 這個中國也放好話 去說我們要合作 共創雙贏 咬屎說我們有什麼共識 對不對 你不覺得這些詞都很熟嗎 中方講到 動不動就什麼共識 那共識 管它有沒有共識 我說了有共識就是有共識 我說那共識是什麼就什麼 對不對 然後都把所有的好吃都堆砌起來 我們要合作雙贏啦 這個共創未來啦 要分享什麼和平發展的紅利啦 類似這樣子 都是這種詞 可是美方講的東西都非常 念戰略的人 或者是念軍國關的人非常清楚 美方講的說我們要 我們要跟他雖然有競爭 但是要保持溝通 那個是什麼 那個從頭到尾就是嚇阻戰略 嚇阻戰略有三個C 第一個是能力 就是我要有能力 第二個 那這個 Creatability 那我有決心 我有信任 然後你不要跟我動 我紅線畫在這邊 過來我就打 那他就告訴你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第三個是什麼 Communication 就是我跟你溝通 而且是各層次的溝通 那那個時候 這個其實在戰略中間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有時候最高領導人 搞不清楚底下人在弄什麼 所以各個城市 從政治的領袖 到國務院外交層級 到軍事領袖 到軍事的這個將領層級 他們都需要有對接的 這個接口 那美軍 美國跟中共 原來是有這個接口的 也就是說 之前的那個密立 前兩年 然後密立是不是跟那個李尚福 就被拔掉這個李尚福 那曾經就有一些 什麼事情就直接打電話 去給李尚福 台灣在1996年 台海危機的時候 其實跟對岸也有 張榮峰就講過 說他那時候緊張的時候 說有一個訊息 覺得很奇怪 然後他就直接打電話 去南京京區說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是我們裡面有一點 出了一點狀況 就有很多細節 你不用到最高領導人 然後這個軍事對口 接頭是很重要 可是過去這幾年切斷 美軍會認為這樣子很危險 而且美軍事實上 敢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他前面兩樣事情 都已經做完了 美軍做事 不像我們都是先宣布 然後這個講得很大聲 然後後面再來慢慢做 美軍在西太平洋已經是這樣子做了 他已經把整個對中國的封鎖防線 導鏈防線 他其實已經做起來了 對 他是剛剛這個 這上面的藍色的圈子 那他就是所謂的反艦飛彈 200 所以他第一導鏈已經變成反艦飛彈導鏈 他從鹿鎖島到這一個沖繩 宮古島石環島 然後事實上包含了沿著台灣 對 然後再往南 通通固定好 對 然後台灣三個嘛 台灣比較大三個 再往南 再往南到菲律賓有沒有 他的卡家沿 我們台灣的恆春跟卡家沿 現在還在弄八丹 有沒有 他就把這個所有整條的導鏈跟封鎖 用反艦飛彈來看 就封鎖 已經封鎖完畢了 反艦飛彈最大的功能是什麼 大概就是200公里 然後呢 他在一個島上面 我射了這個反艦飛彈以後 我周圍200公里 所有的水面船艦 只要過去我就可以打得到 還不只是看得到 所以我們現在畫的圓圈圈的這個圖 通通都是他的反艦飛彈的 藍色的圈圈 藍色的圈圈 就大大小小的圈圈都是啊 大的圈圈要紅色的對不對 紅色那是空軍的 OK 空軍大概是以一個基地為中心 然後周圍一千公里 然後在範圍 像比如說這邊是加首納 這邊是嚴國的 然後南邊是克拉克 或者是菲律賓的 類似這樣子 那麼這樣子的話 美軍其實在各種城市上 這上面沒有畫的叫防空飛彈 因為防空飛彈太多種了 然後基本上我以200公里的 反艦飛彈為核心 那麼其實你就可以算出來防空飛彈 大概就是這個同步的徵收範圍 我現在只講打得到 其實看得到的東西是更遠的 所以美軍已經把這些東西 通通都做好了以後 他再來跟中國講說 我們不要兵戎相見嘛 我們好好聊聊嘛 好不好 這叫做嚇阻 那麼所以美軍現在在做的是這件事情 那麼在政治的方面呢 他現在放話出來說 拜登可能會跟這個習近平講說 你不要對台灣介入台灣選舉 對不對 好那麼這個放話的意思是什麼 他可能美國已經預期到 如果你想想看我如果是習近平 那我碰到拜登講這句話我會講什麼 我會說你還不是戒選 對不對 那麼賴佩俠那個護照是怎麼回事 美國人可能都已經準備好了這些事情 他會告訴他說 會告訴習近平說 如果你介入選舉太深 這個我會採取什麼動作 會採取什麼動作 我可能進一步的經濟之戰 我不會打起來 但是我可能晶片管制的更嚴格 我商務撤的更厲害 然後我一毛錢 我都不動你 甚至我會動你的金融系統 你要知道 美國到對中國的所有的作戰中間 到現在為止 還有一條殺手劍 到現在還沒有用 那叫做金融戰 他只是隱隱約約的摸到 還沒有在 中國的金融系統已經開始在崩了 那如果美國在下手的話會怎樣 那麼有很多 美國還有很多的工具還沒有開始 那麼中國其實已經開始 開始要全力 就是可能也會堅持說 那個賴清德怎樣怎樣怎樣 我不能讓他看他當選 我會怎樣 這些事情就變成 週三拜協會裡面的一個 bargain的一個重點 我們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我一直有一個 不能說不祥的預感 而是我一直抱持一種警覺 因為 這個氛圍就像1979年 鄧小平去訪美 訪美一般回來 就達成越戰爭 我們要小心會不會有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那個其實可是那個時候的氛圍跟現在不一樣 那個時候美國跟中共如焦士氣 中共剛開始改革開放 鄧小平是去跟老美報備的 然後老美就默許了睜眼閉眼 反正越南那個討厭 我們1975年剛從被他們打得鼻心臉 現在你修理他 睜眼閉眼 然後沒關係 可是現在的氛圍 現在剛好顛倒 剛好是顛倒過來 所以你認為呢 所以我認為習近平 可能會隱約的去向拜登表達 說我不能允許台灣走向台獨 不能允許台灣這個賴清德當選 這個東西在我們政治上面不能忍受 會巴拉巴拉巴拉 但是美國現在放這個話 就是讓台灣安心 也讓全世界安心 說告訴你 我的軍事我已經搞定了 然後我的政治上面 我也不允許你戒選 台灣是我一個 是我一個不能丟的地方 這個意思情可能會這樣子表達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如果雙方都是這樣子表達 或這樣子處理的話 那基本上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就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大家都不要動 那但是如果中間有出現任何變數 我們台灣就要非常小心 就你認為如果出現變數 老共可能就會有行李局的出手 對 但是我一直覺得 以老美已經這個武裝成這個樣子 把西班牙明島鏈武裝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中國其實也應該不會輕舉妄動 因為大家再去看這個圖 我們台灣是在中間 台灣是個中間 中間位置我們叫什麼 叫鐵毯 鐵毯 美軍的戰略設想是很簡單的事情 以台灣為中心鐵毯 它在打一場什麼東西 它叫海上的凱尼會戰 凱尼會戰的意思是說 我從兩邊等你的部隊過來了 被我吸住 中央鐵站吸住的時候 我從兩邊把你全部都截斷 包圍截斷切斷 為什麼要在海上呢 因為中國人太多了 打陸軍實在是很麻煩 把你海空軍吸引到海上來 我美軍有絕對優勢 或相對優勢 我可以把你截斷了以後 我把你中國海軍幾天條船打乘 然後幾千架飛機擊落 然後呢 你中國接下來30年 你出不了太平洋 這個我美國目的就達到了 我沒有要消滅你中國 但是我只要讓你進不了太平洋 我的戰略目的就達成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